好 华联市公所涉劳课前接获两起疾难救助申请 两位申请人都因为骨折意外进行手术 那么术后是无法工作导致经济生活的陷困 那么市长魏家彦由涉劳课同仁陪同前往关怀访室 并且也透过慈爱基金专户来发放救助金 也进一步转介到民间的社福团体来协助民众来渡过难关 华联市公所涉劳课日前接获两起疾难救助申请 两位申请人都是因为骨折意外进行手术 在手术之后没有办法工作因此经济生活陷困 市长魏家彦特别前往关怀 并且透过慈爱基金专户发放救助金 也进一步转介到民间的社福团体要协助民众渡过难关 今天我们来看了两个个案的一个部分 一位是我们的左手骨折 另外一位是我们右脚骨折 造成他们这段期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工作 我们这边慰问金也是准备了一万元 再加上港务公司的五千元 原则上是一万五千元 希望他们用这笔钱路过这段休养的时间的难关 也请他们多多保重 在这边也会准备一些 在食物银行准备一些物资提供给他们 那在这段期间尽量 请他们好好在家中休养 不要走来走去 那赶快养好身体 才能出来继续的一个工作 那也希望他们一切平安 市长魏嘉燕表示 如果民众家庭遭逢变故 或者是罹患重大疾病 导致处境困难 可以向公部门或者是社福单位寻求协助 也希望民众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 邻居发生了生活上的困难 可以主动伸出援手通报 里干事里长或者是事工所设劳课 透过大家的关怀 来帮助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 介入会幻视报道